是在《文革影院長》 我以前常被嘲笑這種傳統活象 然後不是當代 不是現代 然後南燈、戴雅、四堂都有都有 有爭論不用怕 我一路都是被爭論的 我小時候有一點點好動 小時候喜歡爬樹 畫畫還是最後太近了 我媽媽說 只要沒有聽到我在樓上鬼叫的時候 就兩種情形 一種畫畫 樓上一點聲音都沒有 然後不然就沒有再加 我本來以為我最早的雕塑應該是磕絲膏 其實我在倒帶 如果跟雕塑更有關係 應該是遊戲 最早的時候是洗澡的時候 摳那個肥皂 因為我們小時候 也不是很好的家庭 然後以前我們上一代 也是物質切換的年代 因為肥皂會軟嘛 我們用手指的摳 然後刻一個臉 尤其是刻完的時候 你一洗的時候 那個模糊的狀態真好 有一種觸摸的感 或許這些雕塑都有觸摸的感 我大甲高中美工科畢業 就跟普通老百姓一樣 二十幾歲你踏入社會 做了這些一般的現代的雕塑 還有一些傳統的活像 這個階段其實大概維持 大概七八年時間都是這樣 很矛盾 因為活像本身你應該是沒有自己 要更超越的 比如說你的畫像要無我 看到人就覺得 會感受到那份莊嚴 然後你不能太執著 我就是太執著了 因為我本來喜歡做自己的作品 本來就是一件吃責的事情 創作本來就是自己的事情 我以前也常被嘲笑 真的 因為我第一次個展跟活像有關係 我以前常被嘲笑 這種傳統活像 然後不是當代 不是現代 然後南登代 也有人說 它是有宗教的議題 老外喜歡 所以很多人會跟我買什麼 都有 但是你自己知道 作品跟你的關係就好了 你不用太在意它們 好 人家人喜歡 李�擁的作品 他們也愛 apple畫畫 for many different reasons 我認為李琦的作品 在全地 utter話 這就是人們可以跟他講的認識 不一定是跟別的藝術者一樣 不管是畫畫做雕塑 你是先出來的 後面才評論 評論是跟著走的 沒有你的作品誕生是不可能有後面的論述的 所以有爭論不用怕 我一路都是被爭論的 真的 所以我希望年輕人堅定自己的方向 把自己當主人 然後不斷地去面對自己對創作之間的關係 這樣就好